年齡再變 樣貌不變 青春又保健 暧昧想回春決定打胎盤素 讓皮膚變好 但要特別小心了 因為沒有想到 因為60歲的婦人 在日本打胎盤素 回台後就不停的腹痛以及發燒 週一才知道自己得了腹膜炎 差點死亡 所以我們研判應該是競爭的角度 可是他打到腹腔裡面 所以導致著網膜的發炎 導致他整個有腹痛 越來越加劇甚至發燒的情形 扎著位子是在腹部肚脐的兩側 通常打胎盤素 針應該是扎到皮下就好 但疑似針扎得太深 一路穿越腹部皮下組織 扎進網膜 發炎擴散到腹膜 才會引發如此嚴重感染 選擇扎在腹部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腹部脂肪較厚 但仍然有風險存在 愛美的女性本身就比較瘦 所以皮下的脂肪比較薄 所以一競爭稍微角度不剩 就有可能導致這種結果 緊急開刀才救回一命 不過由於胎盤素在國內並不合法 因此施打出問題 恐怕也惆悵無門 建議愛美的民眾 還是先向國內醫生諮詢 再做進一步的決定 記者王志文 乖尼 太不道